什么叫做好 good 什么叫做好 好呢 是常常我们用来 形容一个人或者一个东西的褒语词 它是带有好的意思的 我们会使用这个词来描述任何事物的某种价值 比如讲美学 经济 当然也包括伦理价值 因此我们需要区分道德上的好 跟非道德上的好 最常见的非道德的好呢 可以被描述为目的论上的好 什么意思 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看 好呢 它只是指这个东西它有用 它有助于达到某种我们要达到的这个状态 理想的状态 举个例子 一把好的铁锤 这把铁锤我讲的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它能够很好的把钉子钉入到这个木头里面 所以我讲它是好的锤子 那钉钉子是什么 把钉子钉进去 就是它的目的 它的终极的目标 那所以这个锤子 那所以这个锤子铁锤它能够完成它的这个目的 那它就达到了它的这个好的标准 但是我讲这个锤子是好的时候 这个不是一种道德上的好 因为道德上面的好 它描述的是一个 你还记得吗 我前面讲的 位格 行为 还有态度 位格 行为 态度 但是这个锤子 它既没有位格 又没有行为 又没有态度 它不是一个位格 因此它不因为完成的任务而获得从上帝而来的祝福 有时候我们也会以目的论的方式来形容一个人是好的 那比如讲我们讲一个水管工 修水管的人 他很好 好的水管工 那这个好的水管工讲的是什么呢 可能我们是在讲 他在修理这个水管方面 他很有技巧 所以我们讲他很好 但是我说一个人是好的水管工 不代表说这个人他是好人 这个是 这个好讲的 他不是道德上面的好 这个讲的是 他技术上很好 他可能很擅长去修理这个管道 但是他道德上面 他可能是一个无赖 是一个流氓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是会讲 他是一个好的水管工 但是我们不会讲 他是一个好人 当然这两个概念 有时候会重叠 会重叠 比如讲 这个水管工呢 他修这个水管 他很很有本事 他修的很好 但是呢 他常常就收过高的这个费用 甚至他在修你的水管的时候 他去偷你的厨房里面的东西 偷你的菜来吃 或者修了之后 把你的整个厨房弄到乱七八糟 那可能我们就不会讲 他是一个好的水管工 我们不会讲 他是一个好的水管工 虽然他的技术很好 因此呢 一个人 他的伦理行为 有时候使他在这个目的论上面的称赞的资格失效 而且呢 在某一些情况上 这个道德上的堕落 他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技能 比如讲 如果有个感情家 他每天 他技术很好 他很会弹感情 但是呢 他有一个毛病 就是他很爱喝酒 所以他每一次在感情演奏的前一天 他就去喝酒 喝到浪醉 然后第二天才去参加这个演奏会 结果呢 他弹的就乱七八糟 那人们 虽然我听过这一个人是一个好的感情家 但是那天听了之后 我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好的感情家 因为他的毛病 让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 好好的谈感情 如果这种行为成为常态 那这个感情家 他可能会失去他的名声 然后甚至他的技能 也可能会退步 因此呢 道德上的这种邪恶 他可能会危及目的论上面的上 尽管如此呢 从定义上来看 我们仍然可以 不考虑道德的好 而去谈论目的论的好 我们可以 所以不管是目的论的好 或者道德上面的好 他在伦理学上面都是很重要的 道德上面的好 这种人呢 他在行动当中 寻求实现目的论的好的目标 对许多哲学家来讲 最高的标准是什么 最高的目标是什么 最高的目标 就是我们要得到幸福 人要追求幸福 不管是个人性也好 还是所有的人 集体性的人类的幸福也好 那在这些哲学家看来 道德上的好的这种的行为 是那些促进我自己 或者促进周围的人的幸福的行为 因此道德的好的行为 是那些促进目的论的好的行为 那圣经呢 他把最高的这个好 最高的上 描述为神学上面的上 他是上帝的荣耀 是上帝的国度 我们将看到这些目标 以多种方式涵盖了人类的幸福 但是他们在本质上 是以神为中心的 那圣经里面讲的好 是以神为中心 他不是以人为中心的 这些目标 他提供了信徒 伦理行为的终极目标 也就是道德上的好 会去追求目的论上的好 那对基督徒来讲 目的论是神学上面的 是有神论的 也应该是以神为中心的 第九 我们要谈right right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震荡或者好 另外一个呢 就是权力 我们先谈第一个 什么叫做震荡right 震荡呢 它通常就是道德上面的好的同一词 一个好的行为 就是一个震荡的行为 然而呢 它的细微差别有所不同 震荡这个词呢 right这个词 它是属于法律的术语 因此哦 当它描述道德上面的好的时候 它表示行为是符合规范 符合法律 符合标准的 那圣经里面也有 类似这样子的词啊 比如 Dikaios啊 它也有类似这样子的含义 它可以被翻译为 righteous 或者震荡 那在之前提到的 作为伦理 在我们前面所谈到的那三个 怎样子去判断 伦理的对象呢 也就是要有位格行为 或者态度 那位格行为态度 当我们讲好的时候 这个好 它是适用在位格行为和态度上 当我们讲震荡的时候 它可以用在行为和态度 但是这个震荡 这个right呢 它很少用来形容位格 或者形容人的 那我们常常听到 有人 人会被称作是 good person 会是一个好人 但是我们很少听到 他会被称作是 right person 震荡的人 很少 甚至几乎没有 我们不会讲right person 我们只会讲 选老公的时候 He is the right person 选老婆的时候 He is the right person 但是你这个right是讲正确的 你不是讲他是正当的 或者对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然而圣经和神学呢 常常将righteous righteousness 把它看作是一种美德 也就是说 它是符合上帝标准的 这样子的一个美德 那我们刚刚讲 这个right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权力 在伦理学当中呢 权力的常见意思 是应得的特权 当我们有权力的时候 意味着 我们在伦理或者法律上 有权去做某件事情 或者拥有某个东西 在这种意义上来讲 权力跟义务呢 它是相关的 比如讲 一个人 一个肚子里面的baby 他有生存的这样子的权力 既然他有生存的权力 那社会就有保护他生命的义务 如果一个人 他有受教育的权力 那这个社会或者有人 就必须要为他提供教育 如果一个人 他有享受免费医疗的权力 那就要有其他的人 义务为他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当然一个人可以选择 放弃自己的权力 在这种意义上的权力 是由道德或者法律的标准 来支配的 那第十个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呢 什么叫做义务 责任 还有应当 obligation duty 和ord 那这里呢 作者他把义务跟责任 把它看作是同一词 他们指的是 我们根据伦理规范 被要求去做的行动 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应当 它是义务的动词的形式 而我们应当做的事 就是规范对我们的要求 要规范 有一些义务是立即的 要求我们要立刻执行 不管我们正在做什么 或者计划要做什么 比如讲 如果我们正在犯罪的话 那我们有义务 立刻停止犯罪 但是还有一些义务呢 它则比较一般 它要求我们在某个时间 或者在一定的时间内 它范围内我们要完成 但是不一定是讲 你要马上去做 那之后我们会讨论一些 哪一些是可以合法 可以推迟的义务 哪一些是我们马上就要执行的 这样子的义务 比如讲呢 可以推迟的义务 比如讲 读圣经 基督徒一定要读啊 那是基督徒的责任 基督徒的义务 祷告是基督徒的责任 基督徒的义务 但是它不是讲 我现在我马上 我就要放下我的相机 放下我的电脑 我马上就要去读圣经 不是 它可以 它只要我在一段的时间里面 把它完成就可以 有一些义务 它是个人性的 有一些义务呢 它是集体的 那比如讲 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 上帝吩咐亚当 他要 他要 生养众多 要变满全地 那这一个不是亚当 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命令啊 它是要求什么呢 要求亚当 跟他 跟其他的人 一起来履行整个人类的这样子的责任 也就是亚当跟他的后代 同样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当中的大使命 耶稣命令这些使徒 代表教会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 那这十一个人呢 接受了耶稣命令这十一个人 不管他是作为个体 还是作为一个集体 他都没有办法独自完成这个命令 因为这个命令 这个义务呢 是给整个教会的 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去实现这个目标当中 扮演不同的角色 那当然义务呢 它也包括了很具体的应用 比如讲 如果我有义务 要在星期三参加一场会议 那我就有义务 要去找 或者去使用 能够把我带去参加这场会议的交通工具 我就要去搭 搭MRT 或者我要开车 不管怎样 我既然我答应 我有义务 需要去开会 那我就有义务 要自己找交通工具 去那边跟他们开会 因此当上帝他命令我们 在一切的事上 要荣耀他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应当是对这一个命令的应用 当然 我们的一切行为 要么是为了履行我们的义务 要么就是违反了我们的义务 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的所有的行为 其实都是伦理上的行为 要么我们的行为是好的 要么是坏的 要么是善的 要么是恶的 取决于我们的行为 是否荣耀了上帝 但是这个并不是说 每一个选择 都是在善跟恶之间做选择 我们常常会在两个 或者多个好 或者多个善之间来做选择 比如讲 你去买菜 到底我要选这一颗白菜呢 还要选另外一颗白菜 但是即使是选白菜 当然你也可以讲 这个也是涉及到 是否荣耀上帝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当然是一个伦理的选择 当然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正如在做所有选择的时候一样 我们有义务 选择正确而不是错误的 选择好而不是坏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实际上有两个选择 同时在进行 第一个 就是我做这个选择 是否荣耀上帝 第二个 在这两个好白菜当中 我要选一个 第一个问题 它是一个上跟二之间的选择 是否荣耀上帝 而第二个问题呢 在两个好白菜里面去选一个 这个是两个上 两个好的之间的这样子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要看下一个词 permission 许可 那伦理规范经常允许 不被禁止的行为 然而呢 许可跟命令是不一样的 在前面的例子当中 伦理规范或者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是我们的伦理的规范 它没有命令我选择某颗白菜 而不是另外一颗 假设这两个白菜 它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但是既然这个规范 它没有明确或者隐含的禁止 我去买这颗白菜 也就是说 它允许我去采取这一个行动 因为它没有禁止我嘛 它给我permission 它给我许可 被允许的行为 就是善的行为 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 有一些善行 它并非必须的行为 被规定的行为 跟被允许的行为 它形成了两种善行 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这两种善行 这两种行为 被规定的 跟被允许的 它是有重叠的 上帝呢 它没有命令 我要去买白菜A 而不是白菜B 但是它确实命令我 要去荣耀它 而其中一种 实现这个命令的方式呢 就是给我的家人 提供营养的食物 所以我要去买白菜 因此我的行为 是这个命令的应用 那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 这个命令包含了他们的应用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当我去买这颗白菜的时候 一方面我是在旅行 这个上帝给我的命令 我照顾好我的家里 但是购买这个白菜呢 并不是遵守这个命令的 唯一的方式 我可以买胡萝卜 我可以买线菜 我可以买博菜 或者其他的什么菜 或者我现在什么都不买 我可以在另外一个时间 去买来实现这个命令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一般义务 跟具体义务 General and Specific Obligation 我们要把一般义务 跟具体的义务 把它区分开来 上帝在圣经当中的命令 总是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般性 比如讲哦 他说当孝敬父母 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 他没有具体说 我们要怎样子孝敬父母 那但是其他的经文当中 他就补充了这一个一般性的命令 他要求我们履行 更为具体的责任 比如讲在提摩太前书当中 就有讲到要供养这种年迈的父母了 但是即使这些命令 也不是完全具体的 因为他们必须应用在我们自身的经验当中 比如讲我们的 如果我的父母 他是看不见的 他是听不见的 那我就必须要去照顾他 我可以通过几种不一样的方式 来履行这样子的一个义务 比如讲我可以把我的妈妈 接到我的家里来 或者安排我的姐姐 把我妈妈接到她家 然后我提供经济的支持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来给他进行照顾 任何这些选择 他都可能都可以是合乎上帝心意的回应 因此道德规范 他有不同层次的普遍性 就一般性的和具体性的这样子的一种义务 当我们应用这种一般的规范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去执行他 但是这个义务呢 他必须以某种方式得以履行 不能够被完全忽略 因此 尽管任何具体的应用 他可能不是强制性的 我们仍然有义务 选择一种或者多种 允许的代替方案 接下来第十三 我们要来谈一谈正义justice 正义这个词呢 他将我们带回到法律的术语里面 就好像我们前面谈到这个right的时候 它也是一个法律术语 总体而言呢 正义它指的是道德上正确的事情 但是这个词很常是用在社会语境当中 主要含义就是公平或者公正 更具体的来说呢 正义它是社会法律体系的完整性 尤其包括法院 他还做出一个判决 或者确定要进行审判的 这样子的一个公平性 当然人们对于什么 才能构成正义或者公平 存在不同的意见 在今天的政治当中也是一样呢 保守派他会认为 讲正义就是要给平等的机会 那自由派他可能会认为 正义就是我们在财富上面 某种程度的平等 才能够实现这样真正的正义 所以它有不同的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呢 我们就看了这十几二十个的 这样术语的定义 接下来这本书当中呢 作者他将要按照他刚刚在这一章里面 所进行的定义 来跟大家来谈一谈圣经的伦理 那在下一个视频当中呢 我们就会跟大家来看一下伦理 它是怎样子跟上帝的主权产生关系的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你可以点赞也可以把它分享给你作为需要 这些帮助的朋友 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